有一天,刘半农在城堡上刊登了一则启示,征集全国各地骂人的话。 赵云任一看到征集启示,立马奔向刘半农的宿舍,用湖南、四川、安徽等各地方言骂刘半农。 他会的方言实在多,所以骂了好久。 不愧是掌握了33种方言的懒人操协假的,绝对不会虚。 然后周作人也来了,用绍兴话把刘半农骂了一通。 刘半农去授课,学生们也纷纷用家乡话骂他, 什么凌波话、广东话统统感受了一遍。 刘半农去拜访张太炎先生,张太炎决定秀一波。 他先用汉代的骂人语言骂刘半农,骂完还认真解释出处。 然后他又用唐朝的骂人语言骂刘半农,并解释出处。 由于张太炎秀是死在渊博,直接骂死了上下5000年, 统口白放的人减此情形干净搞此。 喜欢就关注我们吧。